前天的节目中呢 咱们的调查员大洋通过实验的形式啊 详细的给大伙说了说这个花露水的隐患 之前只知道它是易燃品啊 真没见过它燃烧起来是什么样 节目播出后呢 有观众犯迷糊了 说这个花露水是易燃品啊 不然给不敢给孩子用啊 那夏天方蚊到底还有哪个方法是安全的呢 另外我在微博上看了啊 有人说B型血的人特别招蚊子 是不是真的 有人招蚊子 有人他就不太招 那究竟跟这个血液有没有关系呢 咱一块来学学 防蚊攻略 号外号外 蚊子来了 又到了夏眠不觉晓 处处蚊子咬的六月 您看这家伙不正在那大饱口服呢吗 慢慢长起来的肚子 足足是原来的三倍大 蚊子这个产生于一亿七千万年前 侏罗际时代的物种 如今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第一大杀手 每年因为蚊子叮咬而死的 蚊子不仅传染疾病也给我们的生活起居带来很多麻烦 对于这个吸血魔鬼大多数人其实也有一些了解 比如只有母蚊子才吸血 而公蚊子靠吸取植物的枝叶为生 蚊子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 幼虫干脆直接生活在水里等等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总被蚊子叮咬而有些人却很少遭到光顾呢 他说是有跟血型有关系 鸡型血型应该是招蚊子 他们说B型的不打招 A型的招不是 血型 这真的是蚊子选择的标准吗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实验 我们选择了四位志愿者 四位志愿者将裸露的胳膊用保鲜膜缠好 剪出一个四厘米见方的小口 与此同时 每将近百只蚊子已经准备完毕 他们是在实验室环境下一代一代培养出来的 因此绝对不会携带病菌或者传染疾病 实验时间三分钟 结果究竟会怎么样呢 第一次如此真切安静的体会被蚊子叮咬的滋味 四位志愿者不得不与难耐的痛痒抗争 好 时间到了 以皮肤表面的红包来计算志愿者被叮咬的次数 A型血三次被叮咬 B型血三次被叮咬 AB型血五次被叮咬 O型血四次被叮咬 由此看来蚊子喜欢叮什么样的人和血型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看来这个招不招蚊子跟血型并没太大关系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确实发现了 怎么了 拿我们家来说 我就比我老公招蚊子 然后我爸比我更招蚊子 那意思就是反正你们仨在一块 你老爸就成你们俩的天然蚊香了 可以这么说 这挺不老人的 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有的人特别愿意招蚊子 那这个咱就得看看下面这个实验了 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更容易吸引蚊子吗 接下来实验继续 这次的实验由三名志愿者完成 为了保证蚊子对气味的新鲜感 这回他们将贡献出自己的另一只胳膊 实验将用三种物质检验蚊子对气味的喜好 它们分别是酒精 香水和香烟的浸泡液 这分别对应着三种类别的人群 经常饮酒的人 经常使用化妆品的人 以及吸烟的人 那么蚊子究竟会对哪种气味感兴趣呢 三分钟之后一切将水落石出 三位实验者中涂抹香烟和酒精的 竟然丝毫没有受到蚊子的侵犯 而涂抹香水的这位遭受了三次袭击 从实验结果来看 蚊子并不喜欢香烟和酒精的味道 而香水味似乎对它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采访中我们还听到这样一种说法 出汗多会吸引蚊子 这是真的吗 在另外一间实验室中 工作人员已经放进了近千只蚊子 而志愿者在剧烈运动了一个小时之后 也回到了实验室 为了更加清楚的对比 又无汗味对蚊子吸引力的差别 志愿者洗干净了一只手臂 而保留了另一只胳膊上的汗液 同时为了保证蚊子 不被志愿者身上的其他味道干扰 我们还给志愿者戴上了口罩和帽子 味道似乎真的刺激了蚊子 志愿者刚刚走进房间 蚊子们明显地活跃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向志愿者的身边集中 最先向胳膊和手掌 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忍受着实验室里的闷热和蚊虫的叮咬 志愿者坚持了五分钟 实验结束 那就来看这包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边有三个 这是刚才洗过的胳膊 这边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是大蚊子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实验到了这里 我们发现 使用一些化妆品的人 身上汗味比较重的人 容易受到蚊子的青睐 此外一些市民也提到 小孩子好像比大人更招蚊子 那么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专家的解释为我们解开了谜底 这是因为小孩的性质代谢特别的旺盛 因为他的活动 也正是一个生长期 他的身体表面上会分泌很多的这种 小分子的物质 像二氧化碳 乳酸 饼酮 症酸 还有心醇 这些小分子的物质呢 就集在这个皮肤的表面 特别吸引蚊子 他偏爱磨歇人 就是人为磨歇人 他的性质代谢或者活动比较多 在身体表面上呢 这个就集到这种 小分子的吸引蚊子的这种物质 所以就招蚊子了 专家告诉我们 蚊子更喜欢呼吸快 体温高 出汗多 新陈代谢快 穿着深色衣服的人 与血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家伙看了我都痒痒了 您记住了吧 蚊子喜欢什么呢 咱以后就尽量避免什么 看来跟这个血型啊 还真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说到这儿啊 又回到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了 那么多的驱蚊产品 哪一个效果更好 更安全呢 哎呀 这个咱可得好好研究研究 盘式蚊香 电蚊香 花露水等 都是我们在市面上常见的驱蚊产品 可大家也对他们有着各种猜测和质疑 盘式蚊香和电蚊香到底哪个效果好 记者拿了市面上购买的两种不同的盘式蚊香 和一款电蚊香来到了实验室 在三个密闭装置里 分别放入20只蚊子 等蚊子活动正常之后 将事先点燃的两个盘式蚊香和一个电蚊香 在密闭装置的下孔处熏纱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塞住胶塞 开始计时 一号蚊香点燃后 一分钟就击倒了16只蚊子 只剩下4只还能在瓶中勉强活动 一分半的时候已经全部被击倒了 二号蚊香点燃之后 仅仅过去了一分20秒 玻璃罩中的所有蚊子就全部被击倒了 三号电蚊香的速度会不会更快呢 在刚才的实验中 蚊子纷纷倒闭 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有些担忧 这么快就能把蚊子熏倒 那对人会不会有什么伤害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找到了青岛大学的高级实验师马昭丽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这个驱蚊产品啊 不管是这个花露水呢 还是这个蚊香 主要成分都是橘子类的农药 这是国家允许的是一种高效低度的农药 就可以用于驱蚊 通过使用 好多人认为这个盘石蚊香效果比较好 它对这个蚊子的杀面效果非常好啊 实际你看它有效成分是非常小 0.035% 就是实际它里面主要成分是那种什么木炭粉这些 实际你只要正常使用 不要在一些非常密闭的这个空间使用 就是说一般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除了蚊香 花露水也是常用的驱蚊产品之一 可是您知道吗 花露水虽然经常被摆上化妆品的柜台 但事实上它并不属于化妆品的范畴 花露水卫生用品吗 化妆用品了 化妆用品了 您知道花露水里面有农药的成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给孩子还用过呢 是吧 有农药吗 农药 没注意过 您还真别不信 您注意过花露水背面的平体上有农药登记号吗 您又注意过这微毒的字样吗 看到这些以后 您还敢把花露水往自己身上喷吗 它是一种高效低毒的产品 如果你在使用过程中 有些人觉得非常痒 他就要挠挠这个皮肤的话 很可能不小心就把皮肤挠破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你喷上花露水的话 那就可能造成一些伤害了 香料 我都有一种挥发性的一个东西 长时间可以累积 那么不仅可以引起皮肤过敏来 可以引起这个呼吸道 像鼻炎 哮喘 所以有些人喜欢把这个花露水喷在发炎当中 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如果不使用这样的化学制剂 有没有什么安全健康的方法驱蚊呢 有人想到了植物驱蚊 例如驱蚊草或者猪龙草等等 但是一些特殊的植物香味 反而有可能引来蚂蚁觅食 而且单猪植物对蚊虫的驱壁效果相当有限 如果养殖太多 它们夜间的呼吸作用会和人争夺氧气 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对住户也是有害无益 因此防蚊虫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勤通风 保持室内尤其是卫生间与厨房的干燥与清洁 消灭蚊虫的滋生环境 同时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澡 勤换衣服 如果被蚊虫叮咬后产生严重不适 并当及时到医院就诊 如果你比方说反应不强烈的话 你可以自行购买的无极膏 就通用下就可以缓解了 但如果病情比较强烈 像出现水泡了 再出现那种节性洋诊 时间长久不消退 那么这个必须要医院来就诊 感谢观看